今年是六四世界二十四周年 也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 遭遇的首次六四 在世界各地民众自发组织各种形式 来经历六四活动的同时 也都在观察洗礼将如何面对今年的六四 不过北京的民众却表示 六四二十四年 北京维稳和戒严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随着六月四号的到来 大陆北京的街头和各大著名景点都加强了戒备 气氛空前紧张 长安街、王府井、西丹等人多聚集的商业街区 不满了警察 每隔几十米就有一辆警车 据香港电台报道 在天南门母亲发起人丁子林 祭拜儿子的北京墓西地附近街道 更使戒拜森严 不但有三四名警察组成一小队的站岗 还有大批警察和便衣不断巡逻 路边所有车位停满警车 与此同时 北京几乎所有的民运人士 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监视和软禁 而被软禁的对象扩大到了访民和维权人士 连天南门附近的普通商贩 也被警告不许与游客随便说话 整个北京草木皆兵 我白天晚上都被警察警车看着 公司得坐他们的车 还有个警力用的不少 因为身边的好多朋友也都被他们看上了 这次是从6月2号开始 一直到6月6号 主要是被六四这事 六四不是天安门那边戒严吗 所以说警察还跟我说 此外 中共当局还对互联网 加大了封锁和监管力度 新常人记者雄斌丁宁采访报导